我是林宇,也是何家荣 2698集 死了,家荣,他死了 何自珍见林宇如此激动,他急忙安抚道 我已经确认过了,他彻底没有呼吸和心跳了 那,那,他的尸体呢,怎么不翼而飞了 不是不翼而飞了,是安把他吊在外面了 云州咬紧牙关,眼中涌出了恨意 他杀了六一大哥,害死了我们那么多战友,罪大恶劫 就是死了,也没法说清自己的罪孽 所以安就把他的尸体挂在了楼外面 让他遭受烈日暴晒,丑鸟灼食 虽然西蒙托夫已死,但是云州的内心却仍旧难消其恨 既然西蒙托夫可以灵虐他们同胞的尸体 那他自然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将西蒙托夫的尸体挂在窗外,任由烈日风雨摧残 如果不是何自珍阻挡 他恨不得将西蒙托夫的尸体抽筋八皮碎成万段 何自珍补充道 是啊,他将西蒙托夫的尸体挂在外边 也是经过我的同意的 我不确定这座小城中还有没有他的同伴 将他的尸体挂在窗外也算是一个警告 相当于告诉那些追随他的残道 佐罗已死 让他们放弃幻想,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 听到这话,林语才长出口气,彻底放下心来 只要西蒙托夫死了就行 至于他的尸体如何处理,林语并不在乎 那,魁梦朗大哥,张旭伟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林语想到了隧道中那份文件 顿时精神一震,迫不及待地问道 一天过去了 他们是不是已经将隧道口周围的敌人 解灭了大半呢 昨天一天 他们跟西蒙托夫以及西蒙托夫雇佣来的雇佣兵等人 战斗的时候 远处隧道内的魁梦朗和张旭伟和隧道外的栗震生等人 也是一直在和隧道口周围的敌人 势力以及组织对战 按道理来说 已经激战了足足一天了 想必隧道口周围的敌人 已被张旭伟、栗震生他们消灭了不少 不过听到林语这话 何自珍和燕子两人神情皆是微微一变 互相看了一眼 脸色竟有一些难看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 何叔叔 林语察觉到了两人的不对 脸上振奋之情 瞬间黯淡下来 何自珍沉声 有一些欲言又止 莫非是奎姆朗大哥、张旭伟兄弟 他们遭遇什么不测了 林语心头就咯噔一下 默地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燕子急忙摇头 没有没有 那是丽大哥他们出事了 也不是 假如你不用担心 据我们所知他们几个现在都很好 没有生命危险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何叔叔 莫非那份文件出了什么问题 都不是的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夜里你睡着的时候 我让燕子趁机去下面排摩了一下 想看看隧道周围的势力和敌人 人数减少了多少 但是结果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出乎意料 莫非张旭伟他们尖敌 很少 不是 燕子摇了摇头 凝重说道 经过一天的战斗 隧道口周围的敌人数量 不止没有减少 反而大幅度增加 你说什么 人数不止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 这怎么可能 他只以为燕子一时口误情急之下说错了 要知道隧道口外面的那帮敌人 几乎已是整座小城中残存的全部势力和组织 只有减少的份 没有增加的可能 这就好比是一只燃烧的蜡烛 不管火头有多小 蜡烛也只可能会越来越短 绝不可能越来越长的 燕子面色凝重 点点头 沉声说道 我也感觉不可思议 但事实确实是这样 先前经过隧道口附近的时候 我留意过隧道口周围敌人的分布 以及大致人员数量 这次摸查之后 发现敌人的数量 确实比先前增加了许多 这 这怎么可能 咱先不说 奎门朗和利大哥他们 见灭了多少敌人 就算他们一个人都没有见灭 但最多也是敌人数量保持不变 怎么可能凭空增长 说到这儿 他猛然一顿脸色苍白 眼中默地迸发出一道锋芒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假如 敌人的数量 不将分增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小城之外 那些盘旋在边境上的零散 势力和组织得到了消息 知道那份文件藏在这儿了 虽然边境上大部分势力和组织都收到了消息赶往这里 但并不排除仍旧有一小部分势力和组织没有收到消息 疑或者在这广袤的雨林当中找不到这座小城的位置 导致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进入这座小城 而进入小城的势力和组织 经过连日来的对战消耗 通讯设备几乎全部摧毁之后 整座小城更像是一座孤岛 除了破影之外 几乎所有人都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也将小城之外的那些边境势力彻底隔绝 但是现在的情况说明被隔绝在小城之外的组织和势力 已收到了可靠的消息 确定了这座小城的位置 纷纷赶了过来 而且因为小城外围已经没有了先前驻守的势力和组织 新涌进来的敌人非常顺利地直接进入小城 所以张旭伟、奎木郎、利振生这些人战斗了一天 敌人没有丝毫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凌羽的神色肃穆 他意识到了原因 也跟何自珍推测得一模一样 是我疏忽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该放那些势力和组织 离开这座小城的 连日来的战斗 有很多组织和势力在互相争斗中全军覆没 同样也有许多组织和势力 淡尽粮绝之后选择撤离这座小城 毫无疑问 有关于小城内的消息 也就是这些撤离的势力和组织散播出去的 甚至不排除 他们也会跟着其他势力和组织 第二次返回这座小城 回来司机抢夺文件 因为只有将水搅浑了 他们才能趁机得力 当时那些个组织和势力撤离的时候 淋雨并没有横加阻挠 甚至觉得这些势力组织撤离之后对他们而言大为有利 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和消耗 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人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困扰和负担 何自贞摇了摇头 这事并不能怪你 当时连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谁又能想到这一层呢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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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